南加圣塔安那焚风季虽然今晚才正式展开 不过许多南加民众今天一早就可以感受到强风带来的干燥和热度 国家气象局已经对洛县、泛杜拉县、内陆帝国、圣佛南都谷等地发出强风警告 由于风速可能高达每小时60英里 不但提高山火发生的危险 民众开车上路也要小心 不少南加民众都注意到今天的风又干又强 国家气象局表示圣塔安那焚风再度降临 今晨吹起的强风为新一波的圣塔安那风揭开序幕 昨天有一点小小降雨的D7R昨天过去 然后今天已经进到亚洲 所以我们在D7R的后方就开始有西北风的出现 所以今天强风主要影响就是San Fernando Valley 5号公路还有San Fernando Valley那边 圣塔安那焚风已经在南加不少地方吹出断电的灾情 洛杏地区有2640多户断电 而洛市也传出有6000多户断电 而这阵焚风还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才解除 国家气象局提醒山脚下方的住户要特别留心风大干燥 今天晚上湿度会降到20%以下 很容易引起火灾 另外开车也要注意强风吹袭 特别就是开车的时候 因为很多特别是如果是SUV比较高的车的话 还有就是说San Fernando Valley通常都是没有风的 所以如果开车离开 像东也好像西也好的时候 一离开的那个山口的时候 要注意那些风的改变 焚风季节正式展开将会持续到明年2月 再次提醒民众 今天晚上到明天开在5号公路 林阳谷14号公路 405、101、118跟23号公路上的民众都要特别留心 尤其是行经大卡车时 更要注意以免翻车酿成意外